這個桃園有一位陳先生 他在二零二一年中了頭彩 然後他扣掉稅金十拿是六百四十萬 所以我想他應該是中八百萬 因為兩成 對 那這個陳先生 他借用太太的戶頭去領彩金 一百萬給太太吃紅 另外兩百二十萬交給太太投資 剩下的三百二十萬 他自己領走 可是後來兩個人感情生變 牽制離婚了 那陳先生就要求前妻要緩還兩百二十萬 另外還要緩還他們結婚初期交給太太投資的一百二十三萬 總共是三百四十三萬 那太太最後只還八十萬 所以這個前夫就告他 那檢方依侵占罪起訴了這個太太 蘇醫師這個這樣子要起訴 還侵占 他可能是就是 也就是說今天侵占罪 就是說他有一個證據說 今天這個本來是先生的錢 那只是借用太太的名義 或者說今天是太太跟講清楚 這是先生的 不是你的 但他竟然說不承認 還說這個是他的 所以等於是本來是 本來應該是 外觀 外觀上應該是所謂先生 先生借用太太名義的時候 那太太等於把他吞掉了 要侵占罪 可是要有明確證據才可以 如果沒有明確證據是沒有的 對 阿嬤怎麼有可能說 你找到主婦來 白紙黑紙 對 有時候一般的不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有時候起訴也不一定是有罪 所以有時候也不一定要這樣看待 只是說如果起訴表示說一定有些什麼東西證據 是真的好像是借用太太名義 除非太太承認說 對 對 那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或是說有白紙黑字 或是說今天是拿著什麼 這樣的東西 有證據才會這樣做 太太是說初期的那一百二十三萬 是在二零一七年婚後 要每年幫先生繳三十萬的保險金 每年繳三十萬保險金 二零一七年到現在已經二零二十四年 他是二零對 七年了 三七二十一年就繳過 對啊 然後加上吃喝玩樂 他說老早就用光了 可是檢察官是不相信 這個 黃醫師 拜託 你覺得這樣判決得對嗎 我覺得檢察官沒有在生活的比較多嗎 老實說看到這樣子的起訴案件 我會覺得很鳴不平 因為畢竟之前黃紫嬌做那樣的重大的惡行 都沒有起訴 還是輿論 然後人家才可以在意 才獲得一個起訴 可是作為一個女性 在臺灣要生活 要花錢 然後把老公給他的錢 稍微花得一毛都不剩 就要被起訴 我覺得沒有 還有剩八十萬 如果是我應該會花到一毛都不剩 然後而且還覺得自己理直氣 創我們生活就是要花錢的 不然我們結婚生活是要幹什麼 老實說我覺得看到這個案件會讓我覺得很痛苦 第一個為什麼 因為老公中了他的這個發票 不是 那個反正投彩 彩金的錢 他為什麼要借太太的戶頭 大家有想過嗎 對 你是不是要 給太太管啊 是不是 就是他 我覺得一個男人 如果說正常來講 因為我自己如果得到彩金 我不會想要去跟人家借戶頭 借放 不要借朋友的 不要借老公的 放在自己的春花裡面 是不是很開心 但是要繳稅嘛 那所以我不懂說這個老公 他為什麼要去借老婆的戶頭 那借戶頭通常是有一定的 他自己的好處才來借嘛 所以第一個 他沒有去很誠實的 讓我知道說他得到什麼好處 但是他顯然是一分的壞處 他都不想得到 因為你明顯的看到他說 他說他要當時候 他說兩百二十萬給太太投資 那最近的流行語 不是投資有賺有賠 可是在他們家裡面 這個叫投資必然不賠 不管幾年過去了 你的投資就是要原原本本的 不能讓我虧 我沒有跟你拿那個賺的錢 要保證保本 對 那好像就是說 不是 他沒有看到後面那句 投資有賺有賠 詳情請看公開說明書 你還很小 對 然後他們之間的公開說明書 並沒有 所以就衍生成這個夫妻的這種糾紛 那如果是我做這個老婆 我會覺得說這種老公 真的是要要離婚 因為你錢好像沒有要給我用 你表面上賺了一筆錢 放到我的戶頭 老實講作為生態 身為太太 大家想說老公對我真好 真信任 除了給我一百塊的禮 一百萬的這個 吃虹 這個給我吃虹 就是還讓我有錢 可以做投資 老實講我那時候感覺 應該是很好的 那沒想到下場是這樣 其實他根本不願意我花錢 這才是這個男人的真面目 那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要問蘇律師 如果像是這樣的話 那當初你就不應該放在我戶頭 好好的放在你戶頭 然後我們離婚的時候 我好好的來剩餘菜的分配 把你分一半 不是我才是好的嗎 我幹嘛給你貪圖兩百二十萬 還要還你兩百二十萬 你分一半還有手刀 對啊 不過有時候那個刑事案 上案件有時候真的要看 檢察官的調查 因為這案子我有去查一下 他民視他的事實 跟這有點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出入有點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如果是起初大概就是可能 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戒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戒 戒太太的戶頭 不知道為什麼要戒戶頭 年財金 不過因為他的先生 資產是很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他先生的資產是很少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戒太戶頭 那如果真的有戒的時候 如果記得如果沒有 當然夫妻今天沒有寫戒的話 那當然就是誰就誰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寫戒的時候 就要注意 如果他戒你戶頭 那表示說你今天幫他管理 太太幫他管理財產 那你就不能夠用囤 就是有東西不能亂用 就不要亂用 就要維持他的意思 所以他們之間一定是有些東西 是我們沒有不知道的 可能是在起訴助理員們 才會交代 這個不是結婚 都這個屬於婚後所得嗎 即便你種了財金 那婚後所得不是一個一半嗎 應該就是說萬一你哪天 就是分開的時候要離婚 那你就可以去請求這個 就是夫妻剩餘財產的分配請求 如果男生賺的比較多 他就會分給女生 女生比較多 也會分給男生這樣子 像這個案子裡面就有人說 到底彩金算不算是算不算賺的 因為夫妻有賺的才會分 就是你今天如果說是當單純給他 父母親給他 贈餘的 無償取得都不用分 那但是法院是認定說 今天如果說彩軍 彩金 彩票 那算了 算是你賺的 因為你不是無償 你還是有 你還是有花錢 花這七十幾塊去買 所以算是有 其實很多男生 種這種彩是不會跟太太講的 這還算不差 這算滿好的 好難忍 真的 我們就休息一下 那個大碼 我們是休息 congr 李童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